做职业选手要付出的远比你想象的多 你好 我是在全职大电影中为夜修配音的阿杰 身边的一些人他们不太了解我们这个工作 他们可能会说 你们这配音挺轻松啊 然后随便说说话就能挣钱啊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 这个话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 为了把杀人的罪名嫁祸给你 比我还会变魔术啊 明明整件事情跟我一点都不沾边 说穿了 就是让我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看起来像是杀人犯 可以说我们就是要用声音去表演 是一个声音的演员 一个好的配音演员 他一定是懂表演的 可能一个演员让他来配音 他不一定能配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配音演员去演戏的话 应该我觉得也不会太差 表演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这个录音棚里边 这么一个环境里边什么也没有 那要通过你的这种想象 通过你的这种表演吧 然后把那句和这个环境毫不相干的 这么一句话 给他按照那种一定的情境 然后把他说出来 把自己想象在那个规定情境中 去表演 这样才能完全地连那个角色的一些神态 可能都能捕捉到 为了达到这个情绪吧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种 比如肢体的这种小幅度的这种动作 这样去带动自己的这种情绪 比如我配夜修的时候 我一闭眼 我觉得自己就是夜修 这边拿了根烟 这种感觉 想象自己是那个形象 就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了 在国内的话 我们基本都是到了棚里边 当天才知道自己要配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需要你快速地通过看这些角色的资料 人设 他的性格是什么样 然后他的形象是什么样 都是当天 基本没有说提前给你的 他可能会挑一些不同样的戏 比如一些文戏 一些武戏 还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这种戏 那你不知道 你就得问编剧 问导演 现在是什么情况 这种家庭剧的气氛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就是时空神殿吗 导演会说 石冷这个角色 带毛 没名字 然后就是一个吐槽艺 就专门去吐槽这样子 可能看了比较多的这种 日本的这种动画 所以还比较了解 所以就大概就知道了这样的角色 今年上的那个全职高手的那个 叶修的那个配音 我大概花了两天半 包括自己给自己做那个玉培音 因为这个和柯南比起来又是不一样了 但是即便是这样 其实柯南也花了相当大的一些时间 在进入角色这方面 你就别这么害羞了 我们不是都已经交往了吗 都交往了吗 好嘞 行 不交往了吗 感情都没问题 就是词有点别扭 我觉得 我想 我知道啊 这一句反正是 小兰说 咱们不是都已经交往了吗 你说 都好上了 都好上了 你试试这个行不行 咱们录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最终的方案 这可能 这可能真的不是一个最终的方案 那咱 我觉得就是 走一遍 绝了 太好了 你就别这么害羞了 我们不是都已经交往了吗 都好上了 气死我了 你这篇特别的紧时间 可能两天 最短的还有一天就完成了 我觉得最长的意思 配了14个小时吧 上午10点 配到了 晚上 夜里12点半吧 好像 14个多小时 秘密武器就是你们每一个人 是我们在一起的力量 配这种原创动画的话 你开始看到几乎没有东西 可能十几年前 我配了一些动画片 导演可能都把它完全做好了 现在的这种作画 就跟过去就不一样 拿了分镜以后 我们按着分镜去配 我们看到的只是 这个人的 大概的一个这个故事脉络 然后每个镜头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那我们根据这个大块的一个东西 然后再去填这个细节 你每一次失败 娃娃的位置都会被你调整 等娃娃被你挪到了最佳抓捕位置 我才出手 没有你啊 我可不能一记得手 好多人觉得 陪影演员 他们最能体现 他们专业的这种能力的地方 是他们能变声 他们能在一部戏里面 从几岁的小孩 一直能配到几十岁的老年人 他们的声音跨度 年龄非常大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误解 还是因为他除了这个声音 有这么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化妆 更多的是一个内心的一个表演 如果你只是套着一个年轻小孩的一个声线 你去演这个角色 但是你并没有完全进入到这个小孩的内心 我跟你说 听起来会特别的假 我会为小宝宝做好多好多事情 我们可以再慢一点 我会为小宝宝做好多好多事情 去散步 告诉宝宝小虫子的名字 蜻蜓 一切的东西表演 说白了还是来源于生活 你有这个生活 你心里有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怎么可以怎么去演了 陪影演员呢 就是看着这句话 长期工作习惯吧 习惯了那种短期的记忆 至少把第一句或者头两行背下来 你看着屏幕 苏上青 我是学员苏上青 配音演员只要考虑自己的决策就可以了 而配音导演几乎是整个后期声音这方面的 总的一个负责人 你要把讨厌的意图翻译成比如我们经常会说的一些话 来传达给配音演员 小小表演得不错 我能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情感 是吗 我觉得这样这么怪 我能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情感 小小表演得不错 我能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情感 是吗 谢谢 我觉得一些小角色 尤其一些裙杂的这样的一些 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些角色 他的配音难度相对来说可能更高一些 然后那个稍微延续一点 延续一点 别突然就夹人而止那声音 这种那个欢快的气氛 大家继续延长 大家可以就是聊一聊 里边一些这样的一些裙杂的一些这样的角色 可能都是一些群众演员 他们来演的 很多操着那种口音的什么的都直接上了 甚至有的可能并不太会表演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给他配 这是很费劲 很难 可能一个小的呼吸 一个喘息 可能就意味了一些什么东西 有的时候一个远景和中景 还有特写 你的这种音调是什么样 都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什么什么事 这样了 这个时候 他这个镜头会更 一个脸 这个画面上就是一张大脸 这个时候你在 感觉就太冒了 已经给你特写了 这个时候听到自然而然就下 尤其电影 电影 因为你在电影院里面 看着这个大荧幕 观众是被完全的 就是拉到那个情境中了 就是你稍微有一点点细节 可能照顾得不好 观众都会觉得出戏 所以真的是 因为它是电影 电影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去做 这边就是我一年365天 可能有360天都在的地方 我们的录音棚 像这边两边都是我们 周围人说什么 配音 这是什么呀 真的都不了解 后来看了那个玩具总动员 当时童老人配的那个胡迪 首先我们都知道 游戏行动不会轻易成功 我们当时非常喜欢那个动画片 我看了两遍 那会儿就不停地在 就模仿 里边学那个 我的靴子里有条蛇 以前都说这配音是小众 我身边也没有什么人喜欢这个 居然在网上 有这么一些这种同好爱好者 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论坛 我也在里边就是注册 跟大家一起交流 认识了一些朋友 最大的愿望当时也是想去 近距离地和这些老的这些 艺术家们能够见个面 哪怕聊一次天 在他们旁边听一听 他们当时的这个工作的一些故事啊 我们都觉得感觉就很幸福这样子 基本上他们在聊什么 也不会反正就是看着就行 进去里能看到就行 然后听他们的声音 感觉声音就跟之前看过的那些电影啊 从电影里面出来的那声音啊 是一样的 我们感觉特别好 这是傅任生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配音演员 我特别喜欢她配的 这些人在干什么也不怕摔死 这是苏绣老师 他是上一场的陪演员 也是艺术片的导演 跟你一样 好吧 给 这有苏绣老师的签名 所以说这个 还是说非常非常珍贵的 这边还有上华老师的签名 上华就是这个 史丹丽斯拉斯 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 奏得还不够奔放 还不够慷慨讲 要慷慨讲 舜 cuc 现在 见鬼 你你你你 就像温ioso 我觉得没有童老师 可能我都 我觉得一半的这种几率 可能不会来 当配音演员 后来这就是 跟那个童老师吃饭的那个 童老师说 那你 你喜欢 我的配音的话 那你在这表演一段呢 当时 让我在这表演 我记得这点就好像是配的那个猪罗那个 一上来 无声就是默许 拍完了以后 童老师的表情特抖 心里看这什么玩意儿 流金岁月 一句话就说 大家好 我是童子荣 大家好 我是童子荣 我的意思呢 作为第一步 我们来模仿谁谁谁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模仿可以理解 但是你最后一定要发挥你自己的 有很多人就问我嘛 怎么学培音 其实我觉得 我能说的也是老一辈子 这些老艺术家们 对我们说过的话 其实我觉得 就自然而然的一种传递吧 当时童老师 是因为看了邱月峰老师的电影 被邱月峰老师的这个表演所迷住 然后想成为一名配音演员 那可能我这方面也算吧 因为他们 所以让我到现在走上这条路 大家好 我是来自7290部长的配音演员 就好比我之前作为一个粉丝 我很喜欢这些老的配音演员们 但是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 就是在公开场合露面 可能过去配音演员 只是在幕后 做着自己这个默默无闻的这么一个工作 作品发布了以后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是 是谁配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觉得逐渐让配音 从一个小众文化逐渐变成了一个 更多人所熟知的这么一个行业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吧 好吗 一起来 我觉得跟观众有这种互动 比你在棚里边这样配音 它给你的这种刺激 会让你感觉非常兴奋 在这么兴奋的状态下去表演 我觉得那种全身心地去融入的 这种感觉非常好 我觉得只要是作为一个演员的话 他就应该是很享受这种感觉 粉丝给我送了很多礼物啊 还有一些信啊 我觉得最好就是写信 十年前会想到现在这样 我不会 因为我知道这个门槛很高的 不太容易进的 如果没有配音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我现在的这一切吧 所以我觉得 陪你说对于我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无法 找不出一个词来形容的一种大吧 无限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